大致上是處理他的關節囊發炎而已 因為他動得很好 他動得很好他就比較不會有沾黏的機會 反而他的五十肩就比較不會造成五十肩的傷害 他只是關節囊炎 所以要很多很多症狀去分析 你這個到底是不是五十肩的病症 對 那就是那個 如果我們那種像我們之前有提到就是坐姿 然後醫生可以跟我說怎樣坐得還比較OK嗎 坐姿喔 嗯 一般坐姿我們都坐要有坐向站要有站向 那理論上 那我們大概就是說 從一個姿勢上來講 像那個黃先生他之前說 他就是那個手 手一台高在寫字 持續差不多十幾年下來都這個姿勢在寫字 然後那時候不是說那個椅子可以調高 那因為覺得說是椅子高的話 那當然是脖子是第一次看電腦 那這樣子就這邊痠痛 那感覺痠痛那我就把椅子放低 然後結果沒有注意到手臂是抬高在寫字 那我持續差不多十幾年下來就會 你大概有幾年了 十幾年 做這種姿勢在做工作差不多十幾年 剛剛理事講的年輕沒有 就沒有去做 想說我還年輕 年輕沒有問題 你太腫了好一腫了 另外我可能要稍微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曉得 當你正式的五時間 即使中度即使重度 大概你就需要若干個星期的一個復健治療期 而且最好是每天要做 所以常常我們有時候就會建議 因為畢竟有時候像工作忙 甚至有時候譬如說到北部 即使到國外去出差 出去一兩個禮拜 就忙了然後就忘記做護照 對 所以常常有時候我會建議我的病人 就是說 你可能的話 譬如說你在飯店裡面 或是出差的時候 晚上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先給他熱敷 熱敷 熱敷 熱敷也是讓我們的肌肉先鬆軟 熱敷以後再針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一些 特殊的角度動作 我剛剛做畫大圈 那是針對還沒有沾黏的人 因為他還可以畫 所以就畫大圈 當 我發現應該有時候經驗 他剛來的時候就 小璇璇 這個不小心 還要讓人家以為你要先出手 OK 好 就是說 當已經一旦造成五時間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 譬如說 剛才說 譬如說 黃先生他摸到這邊 就摸到這裡 我會建議說 那你輕輕的舉起來 因為一般人我們這樣舉很簡單 好像很容易 可是對我實際的變化 就是很簡單 他都比到這裡已經不錯了 他已經很 已經很努力了 像舉個大絲碰一樣舉不起來 然後我會建議說 你舉到這裡 然後呢 往你應該要走的方向 他不是說我們這應該要能夠舉到這裡來嗎 好 那往應該你要走的這個方向 走一吋 一吋半 就一點點 其實這個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那個沾連的肌肉 你已經 你應該這樣能夠完全滑開 可是 你現在滑不開 就滑一點 好 那我再給他增加一點點 讓他稍微往前進一點 就是 再前進一步 他一吋 一吋半就可以 那會有點痛喔 那就忍住 停住三秒鐘 撐著 撐著 撐著那個意思 撐著三秒 撐著還放下來 沒有放下來 因為沒有放下來 你如果撐著會撐死 撐著撐著 撐著效果不好 你放下來 停住三秒 再上來 三秒 反覆的十下二十下 都可以 這是第一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一樣 剛剛黃先生有提到就是說 他剛才來的時候 他事實上在臀部的 臀部的位置 好 那這個 我們說我們的肩關節狼這個 內轉的動作 他要能夠 到肩胛骨的下緣 到這裡 還是我們功能的角度 好 那你 竟然變成說有這段路要走 就從這邊往上 往上 往對側 左手就是往右 右手就是往左 往上 往對側 斜斜的 拉上去一吋一吋半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就把它再拉 OK 一樣的 要放回來 停住三秒 放回來三秒 停住三秒再 放回來三秒 反覆的 一二十下 二三十下 都沒有關係 另外剛才 像剛好黃金先生說 我們有教他在家裡畫 就是其實就上證據 不是撤舉 都OK 那你在飯店裡面 或者說出差的時候 或者說沒有辦法到特殊的醫療院所去做的時候 你繼續這樣做 他還是會有進步 當然相對的 不如專業的做 會進步的再快一點 但是你持續這樣做 他 還是不會缺席 他還是會繼續慢慢找 所以其實五十肩的治療就是 第一個觀念要對 觀念對 不過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確定他是五十肩 要對這瞎腰才可以 對有些是神經損傷 他就說我不能動 不是所有的不能動 不是五十肩 第一個要先確定 到目診 對 要先確定診斷 確實是因為 五十肩 因為就是 不要講五十肩 就是說 粘連性的關節囊 發炎 粘連性關節囊炎 導致的 也沒有辦法取 確實是因為這個病因造成的時候 我們來這樣做 OK的 但其實這個又回到 可能還是 一開始還是要找專業的醫生 來幫忙做一些 間別的診斷 一些間別的診斷其實 間別的診斷是 其實也是 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 就說都做了一些間別 我想大概就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間別 那在這個期間 黃先生可以跟我們就是 講一下 那個 到 你現在到一個半月對不對 黃先生是屬於 中 東渡治療是三個月 就是可以 大約三個月 那你還有一個半月可以畢業 現在已經都 已經有逐漸改善 只是感覺上就是說 感覺上就是說還沒有達到需要的 平常人的角度 那第二個就是剛講說力量 力量 比較沒有力量 所以說在拿東西 或是在持續抬高 抬高的時候 要做動作 這些 就越來開一個開關 你要去搬 這就感覺這個力量就 我就想去用 又又走手 去搬 因為這個時候會知道是沒有力量 這樣子 OK 最後我們謝謝那個 黃茂米黃先生 他寶貴的經驗分享 黃茂米黃先生 他可能在一個半月之後 就會漸漸慢慢復原了 最後我們謝謝李文棟李醫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最後各位觀眾朋友提醒 你在家裡可以多動動身體 然後才可以保持你們身體健康 最後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健康九點 我們下周同時間再會 QB 5 7 這不 Kol Sat 嗯 你知道它是在演出的